8月27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见传媒时表示, 上周六周日,关塘和全奎清示威游行再次演变为暴力事件, 且暴力行为再次升级,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。 特区政府对于暴力行为是零容忍, 所有暴力违法行为,特区政府和警务处都会严正跟进,追究到底,一视同仁。 林郑月娥强调,暴力不能解决问题, 暴力更不应该被合理化和美化, 特区政府会用法治手段尽早直暴治乱, 希望香港社会早日恢复秩序和平静。 到今天为止,特区政府仍然是有信心, 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延续了两个多月的社会的分争, 我相信这个也是广大市民的共同愿望, 由我们自己处理。 所在我们自己处理里面最佳的基础, 就是法治的基础。 正如我所说, 我们从来没有打算用一个暴力的手法来处理这个方法, 我们所有的工作, 包括警队的工作, 都是法治的工作, 都是执法的工作。 所以执法的工作有不同的阶段, 当然是如果有违法暴力的行为, 就需要执法的机关, 主力是警队, 进行拘捕的工作。 但是执法的工作, 也都要看下在法律, 现行法律那方面, 有没有一些法律的手段, 可以能够处理得到。 所以我的回应就是, 我们是有责任, 为了尽快止暴制联, 去用我们香港的法治的手段, 包括我们的法律。 但是这个一定是依法办事,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。 林郑月娥重申, 作为一位负责任的特区行政长官, 自己现在不会辞职, 会努力让香港尽早恢复社会秩序。 林郑月娥指出, 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, 是特区政府立场, 理由是监警会有独立性, 不用再成立独立委员会。 她表示, 特区政府正在努力构建对话平台, 她近日已经和部分民间人士, 还有青年人会面, 聆听他们的意见。 构建对话平台的目标, 是希望接触到更加多不同背景, 不同政治立场, 不同认识的市民, 展开和平理性的沟通。 更多精彩,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